各位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12月14日 晨天的第13天 我们现在沿着沟渠往上上 这像长城上面的滑道 锁道 滑道可以滑下来 这就是山上下大雨 往下面可以留下来 可以 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 环境还是很漂亮的 这种 这种洋柳依依 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 听到了钟声 现在是八点半 今天出来的比较晚 因为在把昨天的饭给热了给装起来 我们现在走这边 看这边通到哪里 这条路上走得人 人烟稀少 人迹汉兹 人迹汉兹 原来是这 我们就走这边 这是走的捷径 这是走的捷径 因为它是盘山路 所以你这样的话 抖是抖了一点 但是走的就直接就上去了 这样的路我们也尝试走一走 昨天走了一万一万多步 上来了 这是多云的一天 可以看见 但是远方是灰蒙蒙的 城市街道 这有点像那个卡三德拉大桥 感觉南斯拉夫 桥 你登到高处 可以看到那个桥 在运转 然后你就 说就是这座桥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 这座桥 所以也是很有趣 这样走的话 我们实际上可以 再走一下 再走这山上 再走这山上 这个已经干枯了 倒幅 倒幅在这地方 这上面还是有这种水渠啊 还有这种小南瓜 扔小南瓜比赛 扔小南瓜比赛 这种小南瓜 看一下 小南瓜 看看小南瓜 我们让它滚下去 滚下去 滚下去 这南瓜 可以让它滚 滚一下 到这边 因为这个是比较抖的 比较抖的破 这样 我们看看能不能滚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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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远 看 而且它是 就是以它这种弧度 走的 挺好看 朱婷是手腕受伤了 所以他没有 在试剧杯上 没有 给自己的老东家 瓦基福去比赛 然后 就休息了 现在手腕正在恢复 正在恢复当中 然后变成了 朱婷就 一下就变成了 你看 这个是有一个 蜗牛 蜗牛在上面 我们现在它蜗牛正在吃这个 吃着南瓜 好 我们现在让它滚一下 滚一下 啊 它是以这种 最后好像是找到了这种 看南瓜滚下去了 这是它有沟的话 从上面滚下来 然后就 有可能滚到这沟里面 就是这种可能性 这如果天好的话 是 景色会很迷人的 这有这种 洞啊 鼠洞啊 它这边还是有 有这种老鼠的 我们就沿着这个 沟渠 往这边走一下 鼠洞比较严重啊 这边 这边弯坡上面 有草 有鼠洞 它自己有自己的 生活 你看这种 红豆 相思红豆 比较大啊 一盆盆的在这里 然后研绎着自己的生活 很少很少人 能够上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这个 沟渠通向哪里 通向一种秘境 然后绝密之处 这种 这种画画草草 直接把它掩埋了道路 有不同的 有点寻忧的感觉啊 幽闭之境 这是大型的 这种花木 花草给包围了 包围了在这中间 然后 这两个还像合了 还合在这地方 就让人形成了一种 密洞 形成了一种秘境 秘境的感觉 秘境的感觉 不容易 不容易过这地方 不容易过呀 哎哟 你看这 越压越密 不好过呀 这地方不好弄啊 看 这多么的密啊 多么的密 密到啊 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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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让人 好了出来 因为这个密到不知道是冲向哪里啊 所以我们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所以我们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就像一个树外桃源一样 地方一般的人到不了 很少到 特别是他这种 特别是他这种 对你进行一种封锁啊 封封封这种密 这种好密的 这地方 这地方 你就更不容易到他 但是还是有人到拿这个东西 留下这种垃圾 还是有人到 留下了垃圾 嗯 这种它是 嗯 相对一个封闭的环境 一个斜坡厂 斜坡厂一般的话 不会有那么多 人来打屌他们 嗯 形成这种暗道 这是一种仙境啊 多漂亮的地方 好今天的我们的晨练就到这里 拜拜